OK按一個確定 自動編號其他不用改我們是一個sab 然後是public有效範圍是public按確定 這個時候自動會產生一個 這個叫副程式sab的一個 自動編號的一個 一個名稱叫做這個副程式名稱叫自動編號 字如果太小的話你可以從工具選項 的撰寫風格裡面 去把字稍微放大我大概放大14 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接下來的話我們程式的撰寫 特別是123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需求是這樣 一我希望給一個范我的回圈範圍 所以然後我的回圈範圍我可以自己打一個什麼 比如說範圍 然後二的話呢我希望二的話 我希望能夠 就是判 再來講 再來就是一個回圈範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給編號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打 就是邊輸出編號 編號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這個註解 那所謂註解就是前面是單引號的意思 所以你這個地方如果是單引號就 他就不會 去 去執行這個程式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再來的話看你需要做哪些動作 OK 那所謂的範圍就是說我們回圈要跑的範圍 那基本上呢就是我們有資料的範圍 那Ctrl向上 我們現在是從第2列一直到第幾列呢 第100 1241列好了 比如說這個範圍裡面我先把編號給刪掉 把這個範圍的編號給刪掉 然後呢我等一下再怎麼樣 再把這個範圍裡面的編號給 給加上去 OK然後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把這個地方 再撰寫 範圍就是for 程式的話 大概 for就是for一個i 一個變數 等於2到 1241好了 OK然後 EnterEnterNets Nets之後的話裡面要處理什麼事情呢 處理這個Sales 特別注意就是說在 Excel裡面的物件名稱Sales就是你的儲存格 然後呢他的座標一定是列在欄 那哪一列呢 第2列 第2列到第1241列 那這個值呢將來會是改變 由i來改變 所以這邊給一個i 逗點哪一籃呢 A籃 然後呢